從郭台銘這個八點聲明講起 其實是當然非常感謝他 我相信下午蔡英文總統也會 非常感謝感謝你們這樣子 不過他講裡面有兩點很有趣 第八點他特別講一個說 今天早上八點聲明 完全沒有政治上或經濟上的 這種圖抹或是說企圖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要話捨天使一下 因為他知道說一定有人認為 他可能有經濟或是政治 所以他趕快聲明一下 但是這個經濟上有沒有 當然有 因為他投資台康50億 那時候90塊現在已經178塊 差不多賺了50億了 所以炒作這個疫苗 對這個疫苗的需求性重要 對臺康 臺康也是我們spin off的 但是我們覺得說他已經經濟上是有得力的 不是沒有 政治上他有特別講一個 這個叫第五點 這個第五點他特別把上海復興就特別寫下去 特別夾記 你知道我們行政院特別不寫 特別說我們是要跟總公司講等等 所以說這個裡面其實是有政治不是沒有 那郭台銘是非常聰明 他能夠做到守護 他那時候還特別跟韓國瑜說 你千萬不要去 不要去跟那個國台辦人講話 你這個東西 所以他坦白講他在中國 他非常瞭解什麼叫做共產黨 什麼叫大外宣 他這樣做會造成說 中國大外宣 我們中國很照顧臺灣人的 雖然他自己還沒有用BNT 但是我們就是給他 給你看臺灣照顧他會這樣子 那未來 未來我們買什麼東西好像都要透過 這個中國式的總代理 我們才買得到這樣子 那BNT有沒有EUA 這個要進來的話 EUA比較簡單 因為他是在外國已經有用過 不是沒有用過 所以比較簡單 如果說其他還沒有用過 還在 還像我們的磁味是國產的 我們有特別給他 不然的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個Covac Max Nobamax 在美國也都不大容易拿到 為什麼美國說品質很好 但是我好像不到西藥了 他不到西藥就不一定要給你 那我們西藥的話 這個不是問題 所以這個EUA不是太大的問題 剛剛講的那一點就是 第五點 為什麼一定要透過這個 上海復勤 這個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所以我星期一來這裡的時候 我請你提過說 他們如果要監的人都翻臨 把錢監出來就好了 讓政府右手去 左手在管 那他全部都政府負責 那廠商也喜歡政府負責 因為這個EUA就是 有一定的風險 還沒有完整幾錢 要誰來承擔 那當然廠商說 那當然是因為我還沒有第三層 所以當然是政府承擔 所以政府跟我買我才要 不然都到時候推來推去 不知道推給誰 所以他們當然要 不是我們那個BNT這一次 他們我們這樣講就可以了 到時候說不定 延長還是政府來比較好 所以郭台銘才說 那政府你要給我 我錢錢帶領你 那你會不會那麼辛苦 錢監出來就好了 而且我們現在需要的 不是BNT疫苗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COVID-19的疫苗 任何疫苗我們都喜歡 你把錢監出來 我們去多買一些AZ 或是說透過日本買 其實日本就要做 我錢給你 你替我買你就給我 我也可以得到多一點AZ 不然的話 Jongson也可以 Motorna我們買了500多 你再錢給我 再多買一些也可以 為什麼一定要主定BNT 因為有上海復興 麻煩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這裡面 雖然說沒有政治 沒有經濟 其實是有經濟 也有很大的政治 當然我知道 蔡英文總統被逼 這樣不好意思講被逼 因為理論上 你要跟總統見面 不是那麼困難 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不需要用在臉書上寫 用在臉書上寫 其實是有點訴諸 因為臉書就是給大家看的 你這個事情 何必給大家看 如果你真的要解決問題 透過管道跟總統講一下 我相信總統還是很樂意 感謝他們接近他們的 透過臉書 再加上那個記者會 隨便說 這個大概是派系 這都是預測之處 這個太政治了 這個坦白講是不應該的 不禮貌 而且對真正要成功是不好的 但是還好 蔡總統樣樣大度 說你來 我來跟你感謝 但如果能夠最好 不要主定BNT 我們來買 但是不管買到哪種疫苗 我們都把你們兩家 名字掛在上面 感謝你 是你們買到的 那這樣不是更簡單嗎 所以我這個政治經濟太厲害了